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孽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362集 传承开启 这声音出现后 星级两宗内很多人都笑了笑 遥遥的看到了天角剑上的稀少身影 目光也都收了起来 不再注意来临的逆河宗 心里啊 你都不屑了 这种四大宗门对于资源的划分引起的争夺 因需配合 所以人数极为重要 而逆河宗只有一个人符合资格 那么基本上已经没有任何悬念 这一次的逆河宗 怕是能拿到百分之一 也都是走运了 尤其是星河院的修士 他们知道这一次资源划分的原因所在 此刻更是无比轻松 看向逆河宗时 轻蔑之意 尽管不是所有人都会表露在脸上 可在心底都已无视 唯独陈云山 他的目中带着沙翼 对于白小春这里 他怀恨在心 一个月前的一幕 让他这一个月都如在噩梦中 甚至还因此受到了责罚 更是回到宗门内 也都被人嘲笑一番 使得他心中的怨气越来越深 可惜在这里不允许杀人 否则的话一定将他弄死 陈云山盯着白小春在内心暗响 而集合宗的众人也都收回目光 对于来临的逆河宗已彻底没有了兴趣 对于他们来说 这一次只是宗门的一次任务而已 每一个参与之人都会获得一份不菲的赏赐 而逆河宗居然只有一个人 此事让他们轻蔑 也都浮在心里 就在这两宗修士 各自如此是哄的一声 天角界从苍穹上呼啸而来 直接漂浮在半空中后 赤魂三人带着白小春鱼铁袋 走下天角界降临在了地面上 白小春呼吸急促 睁大了眼 呆呆的看着星级两宗的修士 他目光一扫就看出了双方的数量 居然都有近二十个结单 而且一个个明显不足 甚至有那么几个 给白小春一种强烈的危机感 顿时他就内心遗产 怎么这么多人啊 白小春愁眉苦脸 一想到自己要与这四十多人争夺传承印记 他就觉得自己的小身体 怕是承受不住 赤魂三人也皱起眉头 目光扫过星级二宗时 这两宗带队的原因修士 依旧盘膝打坐 只是彼此看了眼淡淡一笑 没有要来寒旋之意 与这两宗比较 逆和宗看起来势单力薄 原来逆和宗具备资格的不是一个人啊 加上这只兽 算是一个半吧 陈云山忽然开口 笑声传出引起身边同门的哄笑 何止一个半呀 这谁呀 身上贴着那么多符文 居然还背着一口大黑锅 哄笑之声更多了 白小春的装扮 顿时让这些星和院的修士嘲讽起来 一旁的集合院修士 也都一个个目光看向白小春与铁袋 还有几人目中露出贪婪之意 显然看出了铁袋的不俗 铁袋被这么多结单修士盯着有些不安 他身上也穿着铠甲贴着符文 捉盖住了因那些目光从而竖起的鳞片 只是脚下出现紫色火焰 口中发出阵阵嘀吼 白小春原本正郁闷忐忑 此刻听到陈云山的话语 又看到了众人的目光 以及铁袋的不安 他顿时生气了 可生气也没办法呀 与这两个宗门比较 逆河宗的确是 太弱了 赤魂三人也沉默下来 他们心中有些后悔让白小春参与了 之前之所以想让白小春去争夺传承印记 是因他们觉得以白小春的修为战力 再加上那些至宝防身 就算获得不了传承印记 可别人想要害他性命也是极难 而最主要的 是星空道极宗对于争夺传承印记是有规则定下的 不允许出现死亡的事情 此事也符合四宗的利益 毕竟他们也不希望自身的天骄弟子死在这里 所以赤魂三人才想要让白小春来此地 就算是一无所获也可以熟悉一下同北天骄 获得一些宝贵的经验 可是眼下 想到白小春一个人与数十人去争夺 看到他那孤零零的身影 韩宗三人心中有些迟疑了 就在三人迟疑时 忽然的远处苍穹上有雷霆鸿鸣 很快的一艘巨大的银色赞舟 就直接豁开了虚无 凭空出现 随着战舟出现 无数闪电向着四周轰隆隆的扩散 撕裂云层 使得那战舟仿佛强行的降临 出现在众人上方 正是中游四大宗门内最强的道合宗 几乎在这战舟出现的刹那 移倒到身影 以极快的速度 从战舟上骤然飞出 直奔大地而来 数量之多 足有四十多人 这些修士里男女都有 任何一个都此带着出臣之意 每一个都散发出惊人的修为波动 竟全部都是 夹子岁月 结丹之修 中游宗门 有着比下游更庞大的领域范围 有着更多的资源 有着浓郁太多的天地之力 所以使得他们的天骄要比下游多了太多太多了 根本就无法比较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一念永恒 随着这四十多个杰丹修士出现 立刻一股强悍的威亚随之爆发开来 最后一个从战舟内走出的正是当日在逆河山大殿内一锤定音的白发老者 这老者目光扫过四周后 也注意到了逆河宗居然只有白小春一个人 似乎他也没觉得意外 淡淡一笑 有请上宗使者 关注我四宗传承印记争夺 他的话语一出 天空上突然云雾重新凝聚 风起云涌间 这些云雾居然形成一个巨大的竖着的眼睛 这眼睛散出恐怖的波动 让天地失色的同时也有目光站出 凝望大地 随着树木的出现 星河月集合院的修士全部起身 向着天空树木抱拳一摆 道河月一样如此 韩宗三人深吸口气 同样抱拳 传承印记 规则与以往不一样 不允许出现死亡 故而杀人者 行神俱灭 树木内传出嗡嗡声音后 立刻巨石大阵内的妙语突然的爆发出了五彩光芒 随着光芒的扩散 巨石大阵猛的震动 其内传出的威雅也骤然锐减 使得修士可以踏入其内 开启 随着声音的传出 立刻到河月的那四十多人一个个速度飞快 化作一道道长虹 踏入巨石阵法内 直奔忠心妙语而去 眨眼间 星河月与集河月的弟子也都飞出 白小春这里狠狠一咬牙 带着铁袋也冲了过去 他呼吸极粗 此刻脑海里浮现这传承印记的信息 他知道进入前方的庙宇后 会被传送到一处特殊的区域内 在那里正中间的位置 存在了一块如山一样大小的印记之风 在这山峰四周很大的一片范围 存在了不可思议的阵法 使人无法靠近 而传承印记就在那山峰内 一共一百份印记 会陆续从山峰中飞出 向着四周盘旋 被人争夺吸收 吸收越多 最终融合后 获得的功法也将不同 随着众人急速而去 白小春带着铁袋 也踏入到了巨石阵内 他性格谨慎 保持一定的速度 直至来到了巨石阵的中心位置 那座庙宇前方时 其他三宗的弟子早就踏入庙宇中消失不见 白小春深吸口气 看了铁袋一眼 铁袋 记得跟进我 这里坏人多 白小春说完 铁袋吼了一声 点了点头 白小春又整理了一下自身的衣衫 与背着的大黑锅 这才狠狠一咬牙 踏入了庙宇内 几乎在白小春与铁袋踏入庙宇的瞬间 庙宇光芒消散 巨石阵法轰鸣 为压重启升起 使得外人无法靠近 与此同时 随着巨石阵法的运转 在半空中出现了一道光幕 这光幕上分别显露出了四宗的宗明 在名字的后面 更有暗淡的光斑若衣若现 赤魂三人看去是立刻就明白 这四道暗淡的光斑代表的就是四宗弟子在传承之地内获得的印记数量 获得越多光斑明亮后会形成光柱 四宗收获多少一言可见 清晰明了 而此刻的巨石阵外 包括赤魂三人各宗的原因修士加在一起有十几人 那星合院的赤法老者正与集合院的原因交谈 彼此视而看向道合院的道友 露出客气之意 这一次必定还是道合院第一了 这第二的名头 我星合院怕也比不过欧阳兄的集合院呢 不过我们的目标也不高 第三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 周兄过绿了 第二第三之争还是未知啊 集合院中被赤法老者称呼为欧阳兄的修士 是一个中年男子 他淡淡一笑 话语如此可神色内却有自信 这三宗修士笑谈 唯独对于逆河宗的风神子三人视若无睹 风神子三人面子难堪 沉默不语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